那沒有什麼快速追天蠍座的方式嗎? 對,天蠍座要什麼? 那如果他今天出來說,欸,梁宇辰 這個一定會中啊 嘿,訂閱了嗎? 哇,今天來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嘉賓 個人的競爭對手 歡迎我們... 沒有,沒有,沒有 很熱,很熱 歡迎我們最美的 狼兒殺女生,梁宇辰 大家好,梁宇辰 今天宇辰要來宣傳他的星星 今天帶來我的新作品 就是限時童緒猴八天 它是一個新型態的網路劇 對,它裡面結合了喜劇啊,幽默啊 還有各種天馬行空的劇情 之外呢,然後還有一些情感上的互動 情感 對,就是一個很豐富 然後內容又有趣的一個網路劇 所以請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但什麼時候播呢? 4月17,晚上9點半首播 在Vito 那情感的問題呢? 因為我們有網友 有一些天蠍座的問題想要回答 第一題的話是好人卡射手 他說他跟天蠍女一夜情之後就有暈船 因為他跟他在那方面真的是天作之合 第三次約會的時候 他下定決心想要跟他交往 但怕對方以為他是玩卡 所以他提早半小時到大家樓下 然後按門鈴主動想要跟他爸媽打招呼 讓天蠍女知道說他是認真的 但為什麼天蠍女當天就發我一張好人卡 知道這個男的到底做錯了什麼 然後他想要知道怎麼樣可以成功 攻佔天蠍女的心 我覺得光聽這個就出現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什麼 我聽到了地雷 以我是天蠍女來說 就是你不能再跟他不夠熟識 跟未經他同意的情況下 去他樓下按門鈴 不行嗎 為什麼 因為你還不是一個我很認定的 非常親近的朋友 比如說你要認識一段時間 或是我們兩個有共識說 你可以想要來找我的時候 我就讓你來找我 可是他是主動去做這件事 但沒有經過他的同意 而且家人是我們很隱私的部分 所以一定要非常要好 交情夠深的人 太堂圖了 對 就太突然他會覺得 你侵犯到我的隱私了 領域 是天蠍真的有私領域是不是 就是我們很注重就是 我們自己會規劃 比如說家人是一個很隱密的一塊 然後再來是朋友也有分階級喔 朋友也有分階級喔 小孩要講什麼 他剛剛還幫我們分階級 他剛剛還幫我們分階級 這位是什麼 我講的不是階級 我講的不是階級 我用錯了 熟悉的學生 熟悉的level 熟悉的level 熟悉程度 就是有那種點頭之交 然後又有那種 智耀 認識一兩年 然後又有那種 從小一起長大 等等 這個合理啊 對 所以今天他這樣基面上意思 感覺是認識非常非常不久 三天啊 三天啊 不可以 那他可以在你家附近 比如說 等你 就你出門說 我要帶你去上班 這樣可以嗎 你說在我家附近 就他沒有按門裡 他就是看你走出來 或在你家等你 可是他怎麼會知道我家在哪 因為他一夜行的人在在家嗎 一夜行的人之前有約吧 所以知道 應該前提是一夜行 或者是有接他出去吧 這個天前女婆 不行 你不能讓沒有很熟悉 你怎麼會帶回家 太早先到冰箱 對 只會讓他知道你的 因為YX是一個有問題 或是有安全領域上的女人 對 我們是顧著安全領域 我非常保護自己的安全領域 跟隱私空間 那如果他是屬於 刻意創造巧遇的手法 會比較好嗎 那好心機的感覺 就譬如說你書門家說 欸!遇到了 真的因為你這樣 欸! 這樣嗎 你也在這樣 不是 我真的遇到有人對我做這種事 怎麼樣 你 誰 不要覺得放在我身上都會我 放在你對上嗎 就是 那時候為曖昧 那可能是真的巧遇 不是 他是設計的 設計巧遇啊 因為他說怎麼可能 你怎麼知道設計 還是你家做什麼辦事 主要感到的 不是啦 不是 我就覺得他已經在那邊stand by 很久了 你怎麼靠 他臉上有一些瘋霜在那裡 不用管 我就覺得他很故意的 我想要知道想要收拾 不用注意 那你怎麼解決的 我就說欸! 欸!怎麼那麼巧 他說喔對啊 怎麼他剛好在這邊運動什麼 可是他明明就不是穿運動類的裝扮 好像有皮靴啊 感覺有打扮過 我就說喔好啊 但我是蠻加 蠻加分的 因為我喜歡那種驚喜 我個人喜歡驚喜 那怎麼樣到驚嚇 驚嚇喔 這狂按門鈴我不行 這個絕對不可以啊 按門鈴不行 你可以巧遇 按門鈴我可以嚇唬 我以為你可以 我可以躲起來 你那是蠻加分的是他啦 真的嗎 好像不是正常人 是不是正常人 巧遇你可以嗎 巧遇你可以嗎 巧遇 創造巧遇 那看他的手法夠不夠 如果他創造像 看起來像真的巧遇 我沒被呼嚨過眼 對這樣我是可以接受 比如說就像你剛剛講 如果他說他來運動 可是明明穿著 一身那個皮衣淨裝 那就不行啦 對那我就會覺得 嗯? 你為什麼這人很有趣嗎 會覺得怪吧 不有趣啊 哪有趣 你不吃驚喜這套喔 我非常喜歡驚喜 可是真的就是因為 要看認識的深度 譬如說我已經認識一段時間 我知道你是一個 很OK 或是我們是互有好感的人 那你在做這件事就會討喜 呃對 他其實就在有好感的上面 我覺得天仙座是一個 需要花時間 對一個人有信任感 跟安心的感覺 他做這些事情 才可以往好的方向去發走 那沒有什麼快速追天仙座的方式嗎 對會讓你們很快對這個人有好感 驚喜而不行 對天仙座要什麼 那如果他今天出來說 我今天在八大樓下喔 等你錄影接送 不是你拍完戲 他今天去找你 接送 溫馨接送可以啊 可以 對 或是我 譬如說 拍戲探班 送劇組全部一個人飲料 有啊這個多多也喜歡不是嗎 這個一定會中啊 對啊 因為這個很man啊 請別人也可以是不是 沒有要請要請全部啊 請一個人來幫忙 對要請全部 他說的是那種就是 可能以我的名義去 對 那很man欸 那就是 那就是一種很大氣的那一種 對對對 這總是可以 因為他也沒有侵犯到我的 就是 他在工作上面 對 那有什麼 可以快速追到天仙女 或是追到你本人 我覺得主要還是 妳是不是很難追 我覺得第一眼也蠻重要 我其實有覺得 我有好像有一點難追 哈哈哈哈 他長得也很難追你知道 為什麼 你長得好像很難清淨啊 我長得很有距離感的一種 他會覺得很神有魅力神秘什麼 你要講實話嗎 哈哈哈哈 我們在那邊聲音有點像 對啊 他會有神秘 他長得算是一般男生 會覺得很難追的臉 可是在哪裡 可是是 可能說會有挑戰度 但也是是好的 是會追 美威你長得是很精明的 比較兇嗎 不是就是你很精心 就是 不用講 好像太聰明 就好像你做什麼小驚蜓 都會被拆到 破壞那種 這樣怎麼辦啊 那你們 會不會 就桃花越來越少 不會啊 那天仙女生怎麼追 你覺得最 最有 最重的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會 想說我們是很聰明啊 好像要 比如說要很厲害的一些方法 才可以 突破我們的心 可是其實我每一次 在 比如說遇到喜歡 有喜歡的對象 或是有好感的對象 都是因為對方的一些小動作 或是說他 小動作 就是他可能 講一個很 讓我真的覺得很好笑的笑話 就算其他人覺得不好笑 可是我覺得好笑 我就覺得 這人滿可愛的 那他跟 或是說 他只是今天 我們可能看好在同一個地方 可能在總路 可能有車子 他說 有車你走裡面好了 就這樣 這個算基本 那幫你提東西 可以 然後或是我不小心 哎呀拐一下 然後他說 貼心啦 貼心 對 我要那種 瞬間 不刻意的 對 突發一個小狀況 然後他 我會馬上感受到 他是一個很細心 然後很在意我的感受人 或是今天一群人 可能大家做一樣的事情 可是他會特別注意到我 在幹嘛 貼心掛 我剛剛看到你剛剛怎麼樣怎麼樣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還是什麼 我就覺得 他就人海茫茫中 他 他那個規劃 這個藍圖 這個男生是 大致上女生都會中的 等一下 你們發給一個人好人卡 就是完全沒有翻牌的機會了嗎 你是好人 也是個壞人 可能可以 可以變回 關係還OK的朋友 我在一愛一愛 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那情侶就是沒有嗎 我覺得要花很長一段路 但我不敢保證 第二個的話是台中的宋 他說他女友是天蠍座 日常生活什麼都要控管 安排他的休假跟行程 但最近變本加厲 就是要求我的 國中跟高中的異性朋友 也不准單獨出去 或跟他們見面 然後同學會有女生 如果他沒去我也不能去 但這個男人是覺得說 我跟這些朋友要在一起 早就在一起了 是真的沒有什麼 請問該怎麼給天蠍座 讓天蠍女安全感 讓天蠍女放棄控制 控制 控制 可是我覺得控制建立在 如果這個對象特格 讓你沒有安全感的時候 你就會越想要控制他 或是說 什麼樣的行為 會讓你覺得沒安全感 比如說 就像剛剛他提到的 我覺得跟異性單獨出去 這件事情 本來就比較敏感一點 你可以接受嗎 我覺得大家都不能接受 另一半再一起單獨 會有一點想問說 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他們原本就是 國中同學或高中同學 朋友可以嗎 對原本就是 他可以說這是我的閨蜜 閨蜜個頭啊 不是因為我剛剛前面有聊到 就是你 那我也要有兄弟喔 你可以 那我就會反問他說 我可以跟男生單獨出去嗎 他是我的兄弟喔 國中同學或高中同學可以的話呢 你說如果男友同意的話 那我就要看我在我生活上 我是不是真的很 需要有這樣的 的人際關係 譬如說我跟這個男生 真的就本來就要好 到我們很常單獨出去 如果我們刻意要不單獨 要找人來的話 其實反而會別扭 那如果 成立在我需要這個關係上面 那我覺得退步 但是我也不需要 但是我一定會為了 雙方都有安全感的情況下 會介紹給我男友認識 那我男友也要介紹他的異性朋友 給我認識 對 所以介紹了你就可以 男友就可以有 介紹第一步喔 第二步誰還要觀察這個女生 好嚴格 他先設了 那萬一你男友會 不時關心 欸你在幹嘛 這樣 你說關心誰 就是那個人 對閨蜜 你也認識了 他在幹嘛關心什麼事 他在幹嘛關心什麼事 那個不行 我覺得你在幹嘛 其實本來就是一個 對一個過於在意的人 在乎 在乎的問號 對是因為他今天設 他的條件還有設在同學會 同學會是一個很廣泛的東西 也就 人這麼多了就應該還好吧 對 但他同學會他也不能去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 有時候不一定 這個 這個人知道你有另一半 他就會 拿情界線 對 有些對 有些人就是如果 你說女生 我剛剛有些人會覺得說 女生男生都會喔 有些人會覺得說我今天 他有女友或是有奶友 我要挑戰 有這樣的人嗎 有 有 道德觀不夠重的人 沒有 現在享受這個競爭搶奪感 就我今天好 我今天講說我喜歡的人 是梁宇辰另外一半 他說 我如果搶過來 我就是贏過他 就是一種心態 不是 就是有些人會有這種心態 你知道嗎 對 那我好奇 因為我們前面剛有討論到 就是你 如果你的男友可以跟前女友 當朋友 對 我們剛才上一個人聊天 他不可能接受 他不可能接受的啊 你說呢 對啊 這個是和平分手的 這個沒有差 我覺得他們一定不會接受 完全不行 他們不可能 我覺得前任 包括之前曖昧過的對象 就算沒在一起 也全部都是delay 因為我覺得 當你跟這個人已經 產生過那種 朋友以外的感情過 怎麼可能回到一般朋友 那前任的東西呢 可以留著嗎 送你 你旁邊這一位是 說前任的東西是可以留著的 可以啊 譬如說哪一個 你曾經送的禮物 內衣褲 內衣褲啊 內衣褲啊 他戴著 你們是很偏激 沒有 比如說男友送你的 什麼情侶手環 對啊 他留著還會戴喔 這些東西 對 錢包他也是前女友送的 就是這種 可以嗎 好好掙扎喔 因為我可以理解就是 那畢竟他只是一個物品 對 可能也許他沒有 滿溪你內衣的聲音是什麼 不行 我們遲到不行 又丟掉 對 就是要丟掉啊 今天之後我跟逗逗真的是麻吉 不不我跟那個 凱希是麻吉耶 真的我跟凱希真的是 不行 他可以接受很 其實很大氣耶 其實講到沒什麼 可是就是你知道 心裡就是會一直過不去 你為什麼要帶別人的東西 我會care 我會買一模一樣的 我買了給你 也不能買一樣的 因為你會變成替代品 好天蠍 好天蠍喔 先回到送的那個問題 那該怎麼樣讓天蠍放棄控制 他很想知道 好像放棄控制 我覺得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因為他今天是安全感不足 你們要什麼樣安全感 我覺得成立在安全感 你們安全感夠 他就不會那麼痛 可以怎麼給 你們定義的安全感是什麼 你們定義的安全感是什麼 譬如說 嗯 同學會說視訊 哈哈哈哈 也太累了 我跟你講真的 我曾經跟一個 欸你一個朋友也是耶 對我那個朋友 我那個朋友然後 他去爬山的時候 然後他男朋友 就是要跟他視訊 然後他男朋友說 為什麼那個山旁邊 他說你會不會跟他們別人 然後我男朋友說 這座山不是我的 就是會有別的爬山的人 路人 對 就是這麼的荒唐 對 哇他真的是幾度沒有安全感耶 對啊 所以這個這要怎麼建立 你們就是 你們的標準在哪 譬如說我覺得像天蠍座 在意的就是身邊的異性嘛 那既然你要去有異性的場合 那不如就是藥媽咪帶他一起去 對他也是說 講英國一樣的話耶 他講一樣的 全部人都認識 認識過後 對 可是今天是同學會 同學會 他說同學會如果 女友天蠍女友沒有去的話 他就不能去了 你這杯瓶你就把他一直叫去 對啊 這同學會不肯為了 不是他可以帶他去一下 他可以先走啊 哦 先打個照面 對至少要這樣子 尋釋過一點 我是他女友喔 先走了 這麼失誤耶 哈哈 那他要像你服 你什麼這樣 先走 他要走嗎 哈哈哈哈 讓你生氣的話 要怎麼樣可以和好 感覺有點難 會不會 你會不會給他穿一大堆小鞋 什麼叫穿小鞋 就是不讓他輕易的和好成功 你說剩第一天做愛 對就是折磨他 然後你明天知道事 等一下幫我買三個三杯子 對對對 看事情耶 如果比較真的 再嚴重一點的事情 我真的是 我真的會 會一直很想要 就是讓他 對讓他多做一些事情 知道說我真的很生氣 就是 這件事不是小事 就是你不那麼快氣消 是要讓他知道這件事 對我的重要性 但如果小事我可能就會 心裡會覺得 那好啦 明天就好 可以好好吃個飯 幹嘛要再多氣兩個小時 那他做什麼 會讓你比較快氣消呢 可能 我覺得 呃 第一個一定要放第一姿態啊 你一定要撒嬌啊 或是主動來 就說好啦 不要生氣啦 吃吧 適於我的 對 欸你要不要喝什麼 我就幫你買 那明天我們去吃什麼好不好 你不是很想去嗎 不難搞 但你去走中 對所以我可能還會擺一張臉 可是他就是 哈哈哈哈哈哈 難搞難搞 不是 他的臉 他擺著我都覺得好像很恐怖 對啊 最後我們再請藍影城 帶來宣傳一下這個新戲 好的 這是我新的網路劇 叫做限時同居猴八天 然後我飾演的是夢波女 然後它是一個 嗯 清洗劇 然後裡面有各種的 無厘頭天馬行空的劇情 然後帶給大家歡笑 所以心情不好的時候 看了呢就會 哈哈大笑 什麼煩惱都忘了 很好 反正現在大家在家也沒事幹嘛 真的耶 對現在不方便常出門 就在家追追 這種會讓心情變好的戲 然後四月十七號 晚上 晚上九點半 很好 謝謝 董播 謝謝董播 謝謝董播 謝謝